大家好,我是丁丁畅聊 2002年,央视一姐周涛和丈夫结束了12年的婚姻 还是婚姻太痛苦,以后都不敢奢望了 这话说出两年后,他就打脸了 转身嫁给了比他大八岁的百亿富豪陆云 大家都觉得他是为了钱 他却表示两人是真爱 他从小立志要当一名优秀的主持 这个梦想也实现了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播学院 遇到了第一任丈夫姚科 家人顺利结婚 但这段父母不看好的爱情还是出问题了 婚后,姚科希望周涛在家相夫教子 不要那么拼命 而周涛有远大的抱负 依然跳入央视接替了倪平的主持 两人的矛盾爆发 12年的感情就这样斩断 还说对婚姻不抱希望了 还没半年,百亿富豪陆云就向周涛示爱他 早就对周涛有了别样的感情 只是当时周涛有家庭不便多说 在周涛离婚后一直陪在他身边 帮他度过了艰难的时期 安前马后的把他的事情安排得漂漂亮亮的 在事业上也是无条件的支持 让他实现了16年连续主持春晚的奇迹 被陆云深深感动的周涛2004 宁和他结了婚 婚后不就生下了女儿香香 陆云依然在他身后坐肩墙的后盾 现在的53岁周涛依然是大气优雅 一看万千,尽显出布朗女神的风采 对这件事大家怎么看 对这件事大家看